曹魏的初代皇帝是魏武帝曹操 当然了曹操这个皇位是他儿子曹平追风的 如果追根溯源 你会发现曹魏的这个祖谱并不是很光彩 曹操的祖父叫做曹聪 是东汉朝廷里的宦官 有朋友问了 你这不扯的吗 曹聪是宦官 那他就没有后代 他没有后代曹操是哪来的 你问对了 曹聪虽然生不了儿子 但是他收了一个叫做曹藤的人当做养子 而这个曹藤就是曹操的父亲 王侯将相见有种 宦官难道不是人 曹操年轻的时候做人是相当浪当的 不休蝙蝠 四眼尾一大大咧咧 狂胖不羁 反正就是那种在人堆里就很特别的人 所以想来他并不会在意自己的身份 多汉末年朝政腐败 曹操在朝政里的官虽然不大 但是他还是很想为朝廷效力 所以还时常给皇帝上上折子 希望可以拨乱反正 拯救一下当时乱遭的使道 不问可惜 曹操一来他人为言轻 二来汉连这些汉皇帝也不是那种听人劝的皇帝 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个后来邪天子令诸侯 让那些誓死守候东汉国座的大臣们 恨得咬牙切齿的曹贼 当初对朝廷也是有感情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感情 应该是感情很深 因为后来黄金旗爆发的时候 曹操也是上过战场 搅过乱贼 替东汉朝廷出过汉 流过血 只不过这种感情随着皇帝对宦官的偏听偏信 以及朝廷不听自己的劝阻 非要把董卢弄到京市来 让董卓来主持大局 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之后 曹操终于对汉室的感情消耗殆尽 董卓一来 废旧帝立新帝 把汉线帝流血和大汉江山都玩弄于鼓掌之下 曹操不干了 跳梁小丑 纯纯是一帮跳梁小丑 跟着他们浪费自己的时间 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出息 曹操走了 他拉杆的扯大气 组织起了自己的病例 那时期天下大乱 各地军阀表面尊文汉室 管流血一口一个皇帝的叫着 但其实大家都在烈土分家 想要趁乱发展自己的事业 曹操当然也有自己的事业心 但问题是 他不是原生那种四十三宫 危加海内的人物 他的号召力其实并不怎么样 所以曹操的势力在当时其实不值一晒 和未来的竞争对手 那个麦草鞋出身的刘备一样 世界多他们一个不多 少他们一个也不少 后来董卓死了 汉贤立独木难治 被乱金碾的宛如丧家之权 那苦日子过得就别提了 曹操真正的人生转折点 是人人在乱世中谋求自保 而对汉贤帝留些气如碧里 谁也不待见 谁也不搭理的时候 他第一个站出来去迎奉了汉贤帝 邪天子以令诸侯就是这么来的 掌握了皇帝 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 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 就掌握了天下大师 有了汉贤帝 曹操声望大振 很快开始发展了起来 出具实在化 天下间的诸侯虽多 但是真正有含金量的 只有那么几个 袁树有了点成绩就骄傲 着急称帝 结果萤火上身死了 淘谦老病没什么成就 刘表则是个保守派 只懂得孤步自封 吕布永二不谋 马腾一介五夫 张鲁胸无大志 而至于公孙散之流连 袁绍也打不过 那就更不用提了 曹操谁也瞧不上 判不上 因为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但就算是再骄傲的人 他也必须直眠生活上的困境 有了天子 曹操的事业就有了起色 但是他如果想让事业 更上一层楼 他就必须击败 横跟在他面前的对手 袁绍 袁绍兵强马撞 地盘大 曹操人单 事故土地少 所以开战之前 没有人看好曹操 就连曹操本人 也不看好自己 但是神奇的是 曹操还是赢了 袁绍这个人 也算是一代枭雄 名声满天下 声势震坚 他每天最大的兴趣爱好 就是不停地埋怨 自己公司里的员工 什么田风如我 许优害我 国土我 搞得好像他的失败 全都是别人的错 其实 关渡之战的失败 谁也不会过 要怪 只能怪他自己性格 优如寡断 刚愎自用 击败袁绍 曹操成了北方的霸主 开始剑指南方 想要一统天下 荆州的刘贝和江东的军权 虽然谈不上四则发抖 但他们也明白 肯定是不能被曹操逐个击破的 所以趴下很快 直接在曹操南下之际 选择了联手抗体 在关渡 曹操品尝到了 以少胜多的快乐 以前自己觉得 无法战胜的敌人袁绍 不过二 所以孙刘连军 曹操也从来没有放在眼里 有辈子起兵 这么多年以来 东躲西藏 屡战屡白 这么大岁数了 连块地盘也没有 只能租借金主 江东子弟就更不用说了 孙姜和孙瑟的 比较已经过去 乳秀未干的小儿孙权 又能掀起什么样的风浪 临阵对局 最继骄傲自大 曹操从来都不是一个 骄傲自大的人 但问题是 他这一回所面临的对手 不是智大才说的袁绍 而是高精尖的对手 袁可亮和周瑜 长江水面写日记 你我能否看见练移 赤壁之暗的联天夜火 激进了曹操意从天下的大梦 他只能黯然地返回了北方 北方仍然被曹操占据 而孙刘联盟冒和沈李 刘备走西川入蜀 三分天下的割据 由此形成 虽然没能实现 更大的练和报复 但曹操这大半辈子 也算是混得挺不错的 汉千帝被他为卫网 使他慰藉人臣 入宫不要通报自己姓名 上朝的时候 还能在腰间 佩戴一把报件 曹操平时的礼仪 打扮啊 待遇啊 基本上和汉千帝流血 也差不太多 但有观众可能说了 虽然说曹操做臣子的尺度有点大 平时又很嚣张 但毕竟人家一没杀皇帝 二没废皇帝 不过是架空皇权 做着权臣 对他让人来说 像天子那样去生活 远远比得到一个天子的名头更重要 老祭福利一致在千里 列师母年壮心不已 也许能体现出曹操在许多度过他生命中 最后一个神内心的不甘 那么他在临死之前留下遗出中 却体现出了另外一个曹操 按理说曹操这种英雄人物要死了 他临死之前肯定是要有一番豪言壮语 是要留下一些比较惊艳的语录了 然而曹操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段话 不是对子孙的托付 不是对未来的展望 也不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 而只不过是嘱吐了一些鸡毛酸皮的小事 比如自己的妻妻要如何安置 自己的房产要怎样分割 自己的遗产要怎么分配 在很多历史研究者看来 这样一份小家自弃的遗书 实在是有点不太符合曹操本人的形象 然而这也正是曹操的魅力所在 这就是曹操 别人要在死之前写的豪言壮语 我偏偏留下一份家长一短 别人要在临别之际输一输情 我偏偏要在这里儿女情长 怎么样 你能拿我怎么样 曹操无所谓 但是有可能你现在也看错了曹操 那也无所谓 因为未来你也有可能会看错曹操 那更无所谓 这个选嫌人能打击豪强 中央集权 囤田啃荒 心疏水利 征担天下的人 这个知兵法 公输法 善师哥的人 从来就不怕被别人看错 曹操的继承人有四位 能征善战的曹昂 当年在战场上为了保护曹操死了 人小才大的曹操命不太好 不过13岁也夭折了 剩下俩一个曹操一个曹操 曹操这个人才学是有的 而且相当高 但论综合能力 那肯定是和有心计有手段的曹操是没法比的 所以曹操成了曹操的继承人 作为一个聪明的儿子 他当然知道父亲迟迟不成帝的目的 就是为了把皇位留给自己 所以他执政之后 立刻就拿掉了汉县帝流血 结束了汉朝的历史 成为了曹操的第一代军王魏文帝 说实话 这个被废掉的汉县帝实在是很可怜 没当皇帝的时候 宫里有时常世之乱 当了皇帝之后 宫里有肥头大的董卓 董卓没了 李却过四又追了他跑 好不容易判断了曹操 结果曹操更是一个折磨了他终生的主 汉县帝流血失去的不仅仅是权力 还有帝王的尊业 魏文帝曹批这个人 非常希望自己可以建立更大的工业 至少是比他父亲还要大 曹操统计了北方 自己登记之后 如果只是紧紧守住北方 那就是吃老本 那就是啃老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曹批同志的志向很简单 消灭乌国和蜀国 让曹卫达成同意 看得出来 这位人兄他不是一个享受性人格 因为对一般人来说 当皇帝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约等于现在的人到彩票店去买彩票 以下就中了500万一样 设想一下 一个人中了500万他要做什么 他大概是要赶紧去消费一下 买名牌 买汽车 买科技产品 然后大鱼大肉吃起来 当然 也一定会有一小部分人 会对这500万充满思考 想要以这500万为资本 研究一下如何赚到1000万 但是基本上 不会有人想着再去买几张 看一看能不能再中五个亿 正如我们的曹批同志 他当了皇帝之后 没有急于享乐 也没有过几天荣华富贵的生活 而是立刻就开始 拼了老兵的发奋努力 想要完成父亲曹操 没有完成的工作 我们也知道 当年他父亲曹操传位的时候 可是在曹治和曹批之间 犹豫了很久的 曹批可以说是 费了九牛二猴之力 才走到了这一步 难道他不累吗 难道他不想享受享受吗 难道他和舒适 切忆的生活过不去吗 其实不是的 曹批当然知道 选择躺平享受 那很快乐 因为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定 自己只要在未来 不出现决策上的失误 和蜀国为国和平发展 个三五十年不成问题 但是曹批他不愿意这样 中国历史上 所有的皇帝加起来 约有500位 这500位皇帝 有多少曾经闪耀于历史舞台 又有多少被人称道 又有多少会被后人记住呢 快快乐乐的 在许多过他个三五十年 当然很好 但问题是 匆匆岁月如落花流水 当时光逝去 自己老死将至之时 自己会被人记住吗 自己又能留下什么 曹批并不甘心 他一定要让自己的名字 镌刻在历史的心中之下 而只有实现 从东汉末年以来 所有人都未曾实现的统一 他才有流明清史的机会 其实他这个想法吧 不一定很对 后来实现提阿一统的 习近开国皇帝司马年 虽然流明清史了 但是名声并不是很好 总结来说 曹批征的从来都不是仪式之命 而是万事的荣耀 然而想要实现理想是一回事 能不能实现理想 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执政七年 曹批三次桃花无果 想要实现自己先灭东吴 再叙述汉的宏图大院 然而每一次都是武功而返 放官兴叹 黯然推败的感觉当然不好 但是面对残酷的现实 纵然是一代帝王也只能认命 作为开国君王 曹批没有雄才 所作所为也谈不上人经验 但也绝对算不上平庸 他下过清瑶伯父的诏书 制定过宽生省域的制度 甚至他还有不说父亲曹操 和弟弟曹执的文学才华 只可惜 工业虽有人成 但命运似是天顶 上天留给曹批的时间 还是太短了 马有千里之城 飞骑不能自往 人有冲天之志 飞运不能自同 七年皇帝梦 一朝梦醒 是万般成狂 曹批一死 皇位留给了儿子 魏名帝曹锐 曹锐登基的时候 不过二三岁 属于是个青少年天子 老子曹批不太放心 所以干脆给曹锐留下了 四位辅政大臣 曹修 曹真 司马懿 陈群 辅政大臣这玩意 留得好就是帝乎F4 是辅佐皇帝的铁蓝正良 可如果留不好 留下这个心思不纯不老似的 那就是乱臣贼子 是对皇前最大的威胁 曹兄和曹真就不用说了 这俩人是曹魏皇室宗亲 属于是铁杆宝皇派 而陈群是个比较纯粹的文人 没什么权 他这个辅政大臣 不过是吐虚名 曹锐真正忌惮的是司马懿 司马懿同志 从曹操的时代 就开始为曹家效力 祖父曹操当年就非常重用他 父亲曹丕更是跟他密切往来 现在他当了辅政大臣 曹锐可以说是压力很大 不过加力大 不代表能力小 曹锐在当领导 调理人这方面 那还是很有一套 对司马懿 他采取了一套 简单而有效的整治措施 那就是 用得到司马懿的时候 就给他高官后路 让他出谋划策 派他领明打仗 用不着司马懿的时候 就把司马懿虚观贬值 打发回老家去蹲着 这个办法看似平平无奇 但其中精髓在于 皇帝既充分的使用了司马懿的才干 又不会长期的把权力放在他的手里 就这样 任凭司马懿才学孤高想法多 蠢蠢欲动想要干大事 他也只能是成为曹锐的廉价劳动力 我们不得不承认 擅长政治手段 玩弄全书 有一套的曹锐是一个大权在握 可以把国家完全的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皇帝 但问题是 一个人如果只能或者只会玩阴谋 那他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 年轻的曹锐同志 借助司马懿的力量 还真就成就了不少大事 在军事 政治 文化 法律方面都很有收获 但问题是 他已经失去了他的父辈和祖辈那种艰苦朴素的优良生活作风 只能后期大兴土木 吃喝玩了一顿躁 在情色上还有不少的追求 因此 他所得到的这个说号名 作者还是要给他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真正能记录历史的不是使官们的美诗 而是千千万万的 任性 曹锐兵胜之后呢 皇位留给了养子曹芳 没办法 曹锐的三个儿子军找妖 只好传给了这个宗室子弟曹芳 走之前 曹锐也选拔了两位辅政大臣来辅佐年有的曹芳 分别是曹氏宗族大将军曹爽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司马懿 曹锐同志经兵了一辈子 临到死他糊涂了一回 司马懿同志在曹锐政坛里末发滚打了 这么多年 他早就混成人精 当年曹操就说过这哥们有英式狼固之相 是个造岸的好婊子 你曹锐本人费尽心机也不过是能稍微压制他一下 你死之前不把他除掉 你还让他帮忙辅佐曹芳 你这不纯纯上野狗气你看包子吗 司马懿是个定时炸弹也就算了 另外一位脱欧众臣曹爽也不是个好鸟 这个曹爽浩大喜功 成了辅政大臣之后连年对外征战 耗费民力兵力不输还很难取得胜利 每次都让人家打的是灰头土脸 曹爽对外势力开始内卷他仗着自己位高权重 不仅不把曹芳放在眼里反而整天吃喝玩乐灶 基本上就算是彻底摆烂了 皇帝年幼宗亲不能司马懿一看这只机会来了 立刻以迅雷不及压着道领显叮当之士发动了兵变 不仅飞杀了曹爽还趁机架空了皇帝 掌握了曹威政权的最高权力 这场兵变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高平灵之变 隔壁的诸葛亮被透过之士没有像曹真曹修曹爽这样的政敌 即便是有李安的切弄权威诸葛亮也能千而一举的就解决掉 而司马懿这个耗死了曹魏三代君王的大臣 一辈子都在下一盘危机四伏 而且只要走错一步就会万劫不复的嫌弃 此时司马懿统治终于是熬出头了 司马懿风风光光的当了几年的曹魏第一权人之后也加和西去 这个时候前三国时代的风流人物说实在的也死的差不多了 故人陆续凋零真是宛如风中落叶 司马懿死后起死司马师掌握了大权很快废除了曹魏的皇位 拥立了新皇帝曹毛这个曹毛是魏文帝曹丕的孙子 在那个荒唐不美好的魏晋时代竹林七贤正活跃于历史舞台 他们狂放不羁的性格寂静思路的才华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但此时的曹魏王朝却已经走上了日暮穷途 新皇帝曹毛是个德智提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 人很聪明有谋略有担当做皇帝也没得挑勤俭节约等事儿 对待陈亚宽后对待百姓和善可以说这的确是一块该干皇帝的料 但很可惜这个皇帝没有贪上好时代曹毛登基之后掌握大权的司马师虽然因为带兵评判 伤病发作领了盒饭但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又接过了接力棒 还为帝国全臣还是把曹毛给压得死死了 曹毛不是吃干饭的他曾经通过各种手段来瓦解司马师的势力 但最终就因为人丹事官失败了 当年的司马懿不过是想要证明自己从来都不是在三国里打酱油的 当年的司马师也不过是一个想要把持权力的弄臣 但现在的司马昭统治则不压 俗话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哥们就与当年的曹毕和汉先帝一样是摆明了把自己拉下来当这个新皇帝 曹毛知道他这个皇帝再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自己早有一天会录得和东汉先帝一样的命运 那么既然如此还不如放手易不得求个痛快 于是这位少年天子披甲上阵 拔剑登丸带领了零星几个支持他的人 居然奋起反抗 从宫中冲出一路拼杀想要手刃全臣司马昭 夕阳西下残阳如雪 少年天子应其逼人决心背水一战 他奋力拼杀的模样渐渐模糊最终也只能是双拳难逼四手倒在了雪坡之中 曹毛死了 但是他的死并不代表他的失败 他虽然没有杀掉司马昭没有挽救曹毅王朝的命运 但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他用百分百的努力去换了一个百分之一的可能 在政治上的压迫和人格的屈辱中 他没有选择退让没有选择狗活 而是勇敢的站了出来 直面危机面对灾难指示死亡并且视死路 在中国古代帝王的血液里能做到这点的皇帝不多 他和残酷的命运进行了抗争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维护了自己今后的尊业 他死得壮丽 死得传奇 死得轰轰烈烈 宁愿玉碎九重 不愿勾且偷生 正如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而有的人死了 他一直活着 曹毛死了 司马中用立了曹曹的孙子曹幻为新帝 曹幻也就是曹毅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末代皇帝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传奇故事 荒诞浮华如徽宗礼玉 凄凉末路如哀宗崇祯 暴虐乱居如胡亥阳广 但我们的曹幻统治却完全就是个工具人 他是那种非常非常典型的傀儡皇帝 没有军权 在大臣之中也没有影响力 身后也没有任何愿意效忠他的势力 他完完全全就以一种吉祥物的方式存在了 最后司马昭死 其子司马炎废除了曹幻 这个曹魏末代皇帝的命运 就如当年被废除地位的汉宪帝流泻一样 被安排到了一座不知名的小城 平淡而平实地渡过了自己的一生 一派青山景色又前人填土后人收 后人修得收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 切据汉朝国座的曹魏 也终究被司马师夺责了天下 只是彼此的司马师他不知道 大进的天下将会丢得更加让人寸断干朝 好了 我是历史期视频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